欢迎回来华视最国际的节目现场 这一周的国际大戏码真的是非常的精彩 从普席会到我们看到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突然的到了乌克兰 不管是在国际媒体上 或者在社群媒体上都引起相当大的关注 其实我们今天要跟您深入来看的是 日本跟乌克兰其实有一份共同声明 里面美角相当的多 除了提到我们大家关心的台海的问题之外 还有提到两国将要建立一个特殊的全球伙伴关系 而且里面美美高高的文字里面 还有一些是不是在牵制中国 今天在节目现场跟我们一起分析的是 府人大学何思胜教授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老师您好 丽林各位观众大家晚安 是我们先请导播来让我们看一下 就是刚刚我们所提到的 有关于日本跟乌克兰 他们所签的这份共同声明 其实里面有很多点都非常值得进一步来探究 首先就是当然了 这个日本的立场是不像中国那么模糊 他就是说俄罗斯应该无条件的从乌克兰来测军 那我们先来看呢 就是说其中提到我们刚刚现在这边为您所整理 就是说日本跟乌克兰这两个国家 要来提升为一个特殊的全球伙伴关系 所以我们想先请老师来跟我们解释一下 所谓这个特殊是如何的特殊法 是指比较在哪些会哪些面向以后会面临到一些情报的交换吗 事实上那个在日本的外交里面 他会用到特殊这两个字的话 在之前在日印关系里面用过 那当然我们知道 就是说日印关系 他为什么特殊 因为这个日本跟印度的这个关系里面 他过去基本上比较这个强调 是在这个经济的领域的一个合作 可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个在整个从安倍 他提出一个所谓的那种那种 这种跨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概念 那日本跟印度 当然他在双边关系里面很重要的 那强化了他双边的安全合作 所以事实上会用到所谓的特殊 你看这个日本跟中国之间的话 他绝对不会用特殊 对不对 他之前不管是安倍 对不对 他用这个他有用到战略 对不对 那个用战略的互惠关系 那现在的话基本到习近平 连战略也不用了 他们就是说新时代的中日关系 但是在俄乌的 在这个这个俄乌战争之后 日本他事实上跟这个整个乌克兰的这个关系 我们可以比照这个 在2011年那个时候的这种 这个双方的一个声明的话 可以看到就是说他们 双边关系确实有一个这个升级 那那那特别就是说 未来日本跟这个乌克兰之间 我想他们也会强化 这个双边的安全合作 是那老师 那这里面还提到我们台海 提到说其实台海的和平繁荣 稳定是非常重要 那其实我们知道 其实在战前 其实乌克兰的态度 一直都是跟中国非常密切 那今天日本跟乌克兰有这样的联合声明 又提到说台海的稳定繁荣 是非常重要 乌克兰在这一年来 对于中国的态度 也有一些改变了吗 当然这个过去在日本外交里面 他我们可以看到他 他比较重视俄罗斯 特别在安倍的时候 他他也希望能够达成这个日俄之间这个战后的和平条约 解决北方势导问题 不过在俄乌的这个冲突之后 基本上整个日俄的关系就反转了 那那现在的话 那显然这说日本跟这个整个在黑海 这个地方的乌克兰的关系 是比他跟这个俄罗斯的关系要来的这种紧密 那所以就说这个整个未来的一个这个日本跟乌克兰的关系 我觉得日本他正在这个扩大他的安全合作 从整个印太然后再往这个北约走 那当然乌克兰他不是北约国家 可是他是黑海重要的国家 而且黑海这个水域 我觉得未来日本 他也会这个对于这个海域的这样的一个次序 他会有他的一个这个主张跟看法 乌克兰对中国呢 乌克兰对中国是不是也不再像过去以往的 就是互动关系这么密切了 当然过去乌克兰跟中国的关系并不坏 可是在这个这一年事实上 虽然北京想要表 想要表示出一种 就是说他在基辅跟莫斯科中间 他是维持一种中立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整个不管从外交 或者是从整个这种军事战略上面 当然他这个北京跟莫斯科是比较紧密的 甚至于形成一种所谓的一个背靠背的 这样的一个这种战略协作的一个关系 那现在的这个中国大陆 跟这个乌克兰的关系 我觉得虽然他们没有恶言相向 不過在在在整个这个俄乌冲突爆发之后 乌克兰显然的 他是完全的这个 他未来事实上就是选边西方国家 所以在一个这个中国大陆 跟西方国家跟美国跟整个这个欧洲关系 如此之这个困难的状况之下 事实上这个中乌的关系要友好 也也会有他的限度 是还有就是说这次岸田 我们看到他突访这个乌克兰 这件事情 其实引起了很多的关注 那么尤其也有一些这个专家学者分析 说他的时间点选得很巧妙 因为他几乎就在跟习近平同一天 他去习近平到了俄罗斯 那么岸田到了乌克兰也强调很多习近平的这个风采 所以就是说在这个公关 在于新闻的这个设计上都相当的巧妙 这点 老师您怎么看 那他其实还有就是他这次去 其实也是冒着一些风险的 是不是在安全上 当然这个日本他首相迟迟 这个没有到乌克兰 人家也做了很多的 这不同的这个预测 像你讲到关键 他们最担心就是安全 就是首相出访一定要安全 特别是乌克兰是一个 现在在战争的一个国家 过去日本首相 基本上这个到这种这种这种 战地去的这个例子并不多 在这个越南战争的时候有 可是就说这个 他们如何确保这个首相安全 因为首相出门 他是国会议员 他要通知国会 这但他们之前就讲 通知国会之后 就很难做到事前保密 所以他这次比较用了一种生 这个就是说我们讲的 就是说这个借到这个印度 那从印度的这个访问 然后绕到乌克兰 那这个也让这个 就是说他在G7这个国家里面 他虽然是最后一个到这个基辅去访问 不过不要忘记 他是我们整个这个东亚国家里面 整个印太国家里面 第一个进入基辅的这个领袖 事实上这就是说 在整个这个俄乌的问题上面 日本等于是做了一个 就是说除了欧洲国家的这样的一种模式之外 那日本也在创造另外一种可能 换句话说 他不是只有在刷存在感 那这里面 我觉得未来整个日本 他在整个全球的这样一个有关安全事务上面 他还是达到一种提升的作用 是那老师呢 有关于岸田 他突访乌克兰这些 在一般国内 就是日本国内的评价 或是日本的媒体 一般都是从什么样的角度去看他的 事实上这次的评价并不坏 我们也看到就是在网路上面的这样的一个关注度也蛮高的 那当然今年这个日本是这个G7的这个轮值国在广岛 那他也已经做出决定 他这次基本上也带这样的邀请 到了这个基辅去邀这个哲伦司 不過哲伦司可能是用视讯的一个方式 他会这个参与这个七大工业国的这个领袖会议 所以这一次的一个七大工业国领袖 我想日本也在做一个场 那让这样的一个这个多边的这种会议 你可以寻求未来在俄乌的问题 甚至于在达到和平之后 如何的帮助乌克兰 帮助乌东这个地方恢复次序 然后也帮这个波兰 他也到波兰去 他也他也答应 波兰虽然是一个中所的国家 可是他愿意提供ODA给他 目的就是说因为波兰在这个整个俄乌战争里面 他为乌克兰付出了很多 所以在这问题上面 日本也愿意这个去帮助波兰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整个现在的岸田外交里面 我觉得他是跟日本的这个棒球队一样 他他表现还不错 这个连续打了几场 这个不错的比赛 好那我们再来看的就是说 同样刚刚那一本 就是我们看到是日本 跟乌克兰的共同声明里面 其实还有一点也是蛮值得关注的 就是这次呢岸田到了乌克兰去 我们请导播让我们看看 刚刚那张画面 在这个共同声明里面 其实还有特别提到说 我们先看一下就是在左边的时候 我们其实就是可以看到 这次有人说那个是临时外交吗 因为就是不小心被捕捉到了一个呢 这个小叮当美味棒这样子的一个盒子 带到了乌克兰去 虽然就说这是个花絮 但是也引起了大家就是放大镜在看 那除了带来这个临时外交之外 我们接下来要谈的是 在声明里面有提到 日本说要追加给乌克兰 非致命性的装备 那有人就说岸田打这个牌 某种程度也是在打给中国看 让中国不要轻取妄动的提供 俄罗斯任何致命性的武器 当然我想那个 因为日本有所谓的防卫 防卫装备移转三原则 在他的三原则里面 基本上日本对于这种出口这个武器 他本来就受限的 特别给这个有 现在在争端当中的这个国家 但他这次他基本上他很技巧的 那当然你讲的没错 他给中国一个这样的一种 就是说如果你真的要在和平上面 去做努力的话 那我告诉你这个像日本 这样一个和平主义国家 那我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他提供了这个三千万的美金 这种非杀伤性的这种这种装备 给乌克兰这里面可能 这包括像一些这个车辆 或者是甚至于像这个军人 的衣服啊等等这些这钢柜 这都是非杀伤性的 这实际上日本在这问题上面 他他这边等于也做了一个这种这种 一种一种这个例子出来 就是说不是和平主义的国家 对于这样的一个这个恶物战争 他就没有角色可以扮演 是好我们非常谢谢福人大学 日文系何思胜老师呢 来为我们做精辟的就是观察 跟有趣的这个就是观察 老师刚刚提到说 其实最近岸田的表现 就像日本的棒球队一样就好几场都非常的精彩 大家好我是林一文 想要掌握多元的新闻资讯 当然也包括体谈动态 就要锁定华视新闻频道 还有订阅华视的YouTube频道 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